嗨 大家好 我是台湾大教王老师 我是王睿智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实用生活英文绘画这堂课程 这堂课程相信大家在网路上有看到了 那这堂课程主要是用手机就可以在家 购课然后轻松的去学习口语表达的英文的课程 是属于基础英文课程 就简单我想要去跟外国人轻松表达 那这里面你就可以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要比较深入的 那这堂课程就比较不适合你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堂课程呢 主要有27分27秒 那是由老师亲自拍摄 第一单元的话呢 Uni One是自我介绍篇 自我介绍是Self Introduction 那在第一单元的部分呢 我们会分成两个情境 第一个是学校或其他场合自我介绍 第二个是跟外国人自我介绍或打招呼 那第一个情境 学校或其他场合自我介绍主要是 老师会带入自己的自我介绍去教大家 那你可以照老师的范例去学习 我会把我自己想要跟 就是别人自我介绍的部分放上去 那我通常都是这么说的 第二个部分是跟外国人自我介绍 跟他打招呼 那相信这就蛮实用的 接下来到Uni Two邀请 是Invitations 学习呢第二单元的邀请 可以邀请好友到家里来 当然邀请我们分成答应他 第一种是答应第二种是拒绝邀请 所以呢就可以学到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是答应好友邀请 第二种是拒绝好友邀请的英文 就可以轻松开口说 Uni Three 拜访 Visiting 那学习第三单元的拜访 那第一个呢我们有分成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客户拜访时的说英文 第二种是朋友拜访时 这两种情境 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到Uni Four 帮助跟协助篇 那第四单元的部分呢 本章节可以学习第一个和帮忙协助 第二个当你不可以帮忙协助的时候 要婉拒的时候要怎么说 这都有清楚的口语表达 接下来就来到Uni Five 赞美 Comprimating 那学习第五单元要赞美别人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分成个人赞美 第二个是分成公司赞美 那再来就来到Uni Six 天气篇 天气weather篇 那天气的话呢要表达今天天气如何英文怎么说 有两句常常的英文说法老师会教给你 再来的话呢 还有相关的英文句子学习 老师都可以让你轻松开口表达说英文 那接下来就来到Uni Seven 再见篇 再见的部分就是goodbye 所以呢本文除了再见 goodbye的说法之外 还有哪些其他可以用 说表达我要说再见的英文说法 也是非常实用的 最后来到Uni Eight 兴趣嗜好篇 Hobbies 那第八单元的部分就是要来表达 兴趣嗜好的时候英文要怎么说 比如说我要来表达我热爱拍照 热爱唱歌 对英文感兴趣 喜欢去旅行 热爱跳舞时候 都有他的英文说法哦 能够让你轻松开口说英文 以上就是今天呢 老师所介绍的实用生活英文绘画 完整的课程 就是这八单元 那我们呢也会不断的去扩增我们的这个单元 有可能会之后你看会有第九或第十单元 但是现在的价格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 可能以后都会再调整价格 所以呢越早买 早鸟买 越早买越便宜 趁这个时候是这个价钱的三千块的时候 赶快选购 以免呢之后这个价格可能就会往上调整 因为随着老师的课程不断扩增 那费用当然会越来越高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用三千块买 可能你之后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现在有八个单元 可能之后看九个单元或十个单元 但是你都不用再花任何的 这个课程生活 实用生活英文就不用再花任何的一毛钱 这样子可以让你享受到比较多的资源 比如说呢之后还会推出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餐厅的场合会怎么表达 或什么我们都会扩增在里面 但是现在三千块就是八堂课 那有可能我们还会再增加别的情境 那会不断的扩增我们学习内容 跟学习资源 能让大家享受 那大家也可以上台湾大教教网站 去搜看更多的一些 免费的学习资源 老师也都有成立网站 甚至还有写这个免费好康部落格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那以上是今天的实用生活英文课程介绍 希望你会喜欢 有兴趣的观众 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上YouTube搜寻台湾大家教 或者上Google搜寻台湾大家教 就可以直接联系老师 来做直接一对一的 one by one的英文课程的教学 因为老师在这一行已经 教了9到11年的经验 我已经教了英文 已经教了很久了 所以希望 相信对大家一定有帮助的 对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实用的建议跟看法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见 再会